超商公仔有各种样式 但还没拆封之前都看不出来 要怎么搜集齐全呢 原来有这个小秘密 就是很多人会先去超商兑换 先问有没有棒称 因为如果呢 称出来发现的不是喜欢的公仔重量 超商会让你换到喜欢的公仔为止 而有的超商会提供棒称 有的请你自备棒称 但靠着这个方法 让很多人搜集到想要的公仔 一听见客人询问称重挑公仔 店员悄悄从架上拿出机密的电子称 把整个直向的公仔倒出来 一个个让客人称重挑选 超商换公仔也能称重挑货 实际和公仔摆在桌上 从外盒包装很难看出差异 但其实每只超商公仔重量都不一样 有的甚至摇一摇就能猜出公仔是什么 你这样拿就拿出来了 要用称的 用称的 有的用捏的就也 店员小心翼翼 用美工刀隔开包装 因为只要外盒完整 客人选到不爱的公仔 照样能退货 称重当场拆封 果然抽中了 刚好 相机的 真的耶 你好厉害 可以称重选货的超商 不止这一家 到另一间连锁超商询问 店里虽然没有电子称 但只要你自备磅称 照样可以称重选公仔 那你有今天会不会给他称啊 就是大概称他多重 你可以自己带个称 对啊 到超商换公仔 真的不用全凭运气 因为每只超商公仔重量都不同 熟没熟路的消费者 对换钱 就先以称重方式挑选 这样就能避免一再拿到重复的 这种方式 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追选集前黄佩如 高雄报道 好其实这个绝招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喜欢的公仔重量 而记者实际到超商随机挑选呢 用电子磅称称出重量之后 笔对已经有人算好的数据 就算不用拆开包装也能知道盒子里头的公仔是什么 怎么挑怎么重 屡试不爽 我们一起来敲敲 盒中的超商公仔每个重量都不同 想要在公仔堆里挑出喜欢的 得先知道公仔重量 白板上这些数字呢其实都是网友跟玩家实测的超商公仔重量 想要不用拆盒呢就知道里面装什么 其实很简单 只要用电子称一称就知道了 熟没熟路的玩家称出超商的公仔重量 第一间主打的绒毛公仔 吃面包小熊重约47到48克 开出小熊44到45克 拍照小机在41到43克 另外一间主打卡通汽车的超商 各种笔套分别是46到47克 60到61克跟46到47克 我们把刚换到的超商公仔一一拆开 看网友测量的数据呢 到底准不准用电子棒称 解释一下 吃面包小熊大约47到48克间 实际测量后是47.9克 Bingo 开出小熊重44到45克 实际测量后是44.8克也对了 拍照小机是41到43克间 实际测量后是42.1克 命中率百分百 公仔重量大揭秘 就算没拆封也能抽中想要的公仔 屡时不爽 我们刚刚呢已经称出了每只超商公仔的重量 现在我们再随机抽一只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不用打开就知道里面装什么 重量是42.13 所以我猜里面这一只应该是照相小机 我们实际把盒子打开来看看 结果打开呢 真的是照相小机 所以说呢 只要牢记这些公仔的重量呢 想要每抽必中 真的不是难事 追适的基权黄佩如 高雄报道 你这种要求